包含益源團 帶你吃 帶你擲 發生新世界 今天來到了關西的金泳DIY蕃茄農場 歡迎今天的老闆 金泳老闆 老闆好 老闆 老闆可不可以簡單介紹一下 這個整個農場裡面 大概有幾種這種比較特別的番茄 我們農場裡面 到目前為止有42個品種 然後番茄大概有16種顏色 那待會我們就要請金融老闆 推薦我們4種非常不一樣的番茄好不好 那我們就事不宜遲 GO 現在我們來到了第一站了 就是老闆推薦了 老闆趕快介紹一下 這是什麼樣的番茄 這個是我們農場裡面現在 栽培面積最多也是國人最喜歡吃的 叫做陶太郎番茄 陶太郎番茄 日本的品種 好特別 它是哪裡受到歡迎呢 它這個番茄 你看它尾巴有點尖尖的 像桃子一樣 對 那最重要這個番茄 它成熟是鮮紅色 大紅色 所以它裡面的茄紅酥很高 很健康 對 很多人要煮番茄湯 或是煮番茄炒蛋 用這個是最好的 所以它生吃也是很OK 生吃也OK 所以這個呢 日本陶太郎番茄 是老闆第一個推薦的 現在呢 我們來到了第二站 是來自德國的黑番茄 老闆介紹一下它的肉質 那這個黑番茄的話 就是說它的花青素很高 那像德國來說 這個黑番茄現在很夯 這個番茄 如果你像這樣子 尾巴已經有一點橘色 這個成熟 你把它放到後手 大概兩天就變軟軟的 就會像那個水米桃一樣很好吃 是 所以這是老闆第二站 推薦的黑色番茄 謝謝 接下來我們看到這個顏色 好像非常金黃的 這個是什麼番茄啊老闆 這個番茄 它是荷蘭的黃金番茄 所以你看我們採收 從這個地頭輕輕一折 它就掉落了 那它跟我們前面看到的 紅色和黑色的番茄 有沒有什麼樣的差別 或者是更好的地方 最重要像這種黃金番茄 它的維他命C高三倍 是 我們當初隱進就是為了糖尿病重的 糖尿病重 老闆醫生說要多吃番茄 可是台灣的番茄都有糖分不能吃 太甜了 對對對 所以後來我們就透過貿易商 找到這個荷蘭的黃金 低糖吃起來沒什麼味道 很多女孩子都很瘋狂要吃 因為女孩子要維他命C 養顏美柔美白了 又不要太甜 對對對 又可以減 接下來的最後一站 我們要介紹的是 來自荷蘭的芝麻紅番茄 從地頭這邊折下 所以這個荷蘭的芝麻紅番茄 很多人說長得像什麼 像蘋果一樣 蘋果 像蜜蘋果一樣 那這個番茄你採回家 如果成熟度不一樣 你採回家 第一天 第三天 第五天 顏色會不太一樣 它會慢慢越來越熟 越來越紅 然後它就會有這個條紋 它如果撥開來看 它裡面的肉質是很 很爽爽的 你看像茶妹一樣 這樣這個是很像橘子 對對對 它這個吃起來口感就是 比較軟比較綿密 比較綿密 對對對 可以現吃 我第一次看到 可以現吃什麼 吃果肉 是這個中間嗎 有點像是一般番茄裡面的那種紅色 但是我覺得它更甜一點 現在逛完了這個 整個番茄農場 肚子也餓了 老闆招待了這個 非常漂亮的番茄拼盤 其實老闆很貼心 你不用去問它了 它上面都已經插好棋子 告訴你是什麼了 那現在馬上請綿綿來挑一個吃吧 我要挑 黑天使番茄 吃吃看 你可以吃一個原味的 然後你也可以吃一個沾酸梅粉的 因為這個酸梅粉 在我們農場裡面也是 銷售培行榜第一名 我覺得它有很多汁耶 因為我們市面上買到那種小番茄 多汁超級多 很甜耶 而且超juicy 這一個 對那個不錯 麵粉黃金番茄 那如果是這個黃金番茄 就比較不甜 比較不甜的 這個旁邊呢 其實這個 它其實也算是一個小小的豬腳 對 這個是我們農場裡面的八彩甜椒 那最重要甜椒也是要深吃 它的營養價值比較高 像吃起來 你一個人吃一盤都不會覺得膩 這真的很好吃耶 有空的話來到我們關西的 金勇DIY的休閒農場走一走 來這邊摘完之後 又可以來點個拼牌 水果小紅瓜 海椒拼牌 也都很推薦給大家 那今天呢 當然要謝謝老闆 來到我們的這個 華語音樂團 也別忘記要訂閱我們的 youtube頻道 搜尋環與廣播電台 就可以找到我們囉 開啟你的小鈴鐺 謝謝我們的金勇老闆 謝謝小白 讚 好 我們就上次的華語音樂團再見囉 掰掰 掰掰